CBA消息 首钢顶心挖元帅 胡金秋或提前退役 辽兰老将或缺席G2 胡金秋或提前退役 很多球迷认为 广煞南兰之所以被辽宁队淘汰出局 一方面是争议很大的吹发尺度 另一方面就是胡金秋再次受伤 在与辽宁队的五轮比赛中 前三轮比赛可以说广煞完全就是将辽宁队全面压制的 以至于一些浙江的媒体连夜制作了一份 浙江得比总决赛的宣传海报 让人意外的是 在第四轮比赛中 胡金秋遭遇伤病 再加上王博备受争议的用人模式 最终让辽宁队实现了逆风翻盘 并一股作气直接淘汰了广煞 在赛后发布会上主教练杨明直言 只要是广煞能摆脱伤病的困扰 广煞的综合实力在联盟中绝对是顶尖的存在 如果不是胡金秋意外受伤 辽宁队要想得到总决赛的入场券 真的很难 值得注意的是 胡金秋在赛后也是发布了一条动态 他表示这是自己的第八个赛季 同时也是一个遗憾跟不甘心的赛季 这一年来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磨难 生活总是猝不及防地给你一击 接二连三 短短的几句话道出了胡金秋无尽的无奈 确实这一年胡金秋太难了 每当身体状态有起色的时候 就会遭遇伤病 就连自己的妻子都忍不住发文劝说胡金秋一定要保护好身体 虽然胡金秋的个人能力依旧是联盟中最顶尖的球员之一 但是不得不承认伤病已经成为胡金秋继续走下去的最大阻碍 如果伤病的问题依旧反反复复 胡金秋的状态在所难免的会出现下滑 到时候只能选择提前退役了 首刚鼎心挖元帅 北京时间5月10日 自从进入到休赛期以来 北京首刚动作不断 无论是教练组阵容还是球员阵容 都进行了一轮深度的优化 据知情人士透露 近日首刚以鼎心合同的条件挖来了山西队的主力球员元帅 就是为了二号位实现全面补强 众所周知 元帅最大的优点也是他最大的短板 虽然元帅的投篮命中率很高 在联盟中绝对是最好的投手之一 但是元帅却只能当一名投手 无论是突破 持球 防守还是组织能力 元帅的表现都非常糟糕 这也是元帅迟迟成不了核心的原因 也就是说元帅的得分条件必须让队友来创造 不然的话 以元帅的能力 在常规赛还凑合 一旦进入季后赛就会失去作用 当初元帅被辽宁队放弃就是这个原因 而今年夏天山西队没有选择续约 相信也是这个原因 对于守刚顶心挖来元帅的这个做法 很多球迷并不看好 守刚现在最缺少的就是一位能持球进攻的投手 但是元帅仅仅能满足一半的条件 难道说真的要为元帅专门制定几套战术 让其他的队员去配合元帅 如果真的是这样 守刚这也太冒险了 另外就是元帅获得顶心这件事 真的不会引起守刚老球员的不满吗 元帅真的值一个顶心合同吗 唯一的解释就是守刚不差钱 你觉得元帅的加盟能给守刚带来多大的改变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辽兰老将或缺席G2 北京时间5月10日 在刚刚结束的辽宁与浙江队的G1比赛中 辽宁对老将韩德军终于再次证明了自己 出场34分钟拿到了20加11的数据 这样的数据放眼整个联盟也绝对能排名前列 不过细心的球迷一定发现了 韩德军因为年龄的原因 体能明显是跟不上了 到了最后的几分钟 感觉呼吸非常的急促 完全就是在咬牙硬撑 韩德军这次绝对是超场发挥 是进入季后赛以来最好的数据 无论是得分 篮板 防守都创造了季后赛新高 不过这样的成绩很有可能将代表韩德军的巅峰 已经很难再次超越了 虽然韩德军最终证明了自己 但是付出的代价确实有些大了 G1完全就是拼命为辽宁镇守内线 所以说为了韩德军身体健康的考虑 第二轮的比赛大概率不会再安排韩德军上场了 毕竟风险太大了 不过韩德军缺席比赛的话 同样是对其他年轻球员的一个机会 尤其是对刘燕宇绝对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 其实杨明在培养年轻球员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所欠缺的 在执教辽宁队期间 基本上没有培养出哪位年轻球员 杨明真的需要转变一下自己的思想 如果等队内的老球员真的都打不动了 再想起来培养年轻球员 那个时候就真的晚了